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简单的烹饪 而这时我们只需要一口破锅 然后下入用鸟屎做的面条 撒上过期的调料 再点缀点青菜 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这种人间美味 吃得男人痛哭流涕 这是男人流落荒岛的第1500天 他近人就躲像野人一样 而就在五个月前 这个男人想要跳江自杀 却被意外冲到这座小岛上 小来还发现自己没死 打电话想要寻求救援 无奈电话不防水 根本打不开 于是他用领带挂在树上 想要吊死自己 可就在他勒住脖子时 正当自己放炮树爽时 他看见前面的一串花 吸了一口好甜 他哭了想起了小时候 想到父母 既然自己想死都死不了 佐姓就在这里混日子等死吧 渴了就喝姜水 饿了就随便捡点生的吃 也开始捡各种垃圾 学了一处破旧的小